投下去了人 投資成功 到指定投資點完成任務 參賽學生難掩興奮 遠汽大學聯手廠商和能源團隊 研發的智慧輕能無人機 獲得綠能無人機競賽的分組第一 他要用這種比較新的能源 去讓無人機去做飛行 那這件事情比較難 就是說跟傳統的無人機比起來的話 他的這個 他要去控制他的重量動力 的這種技術難度就比較高 一小時內持續飛行25公里 還要完成投放 空拍資料傳輸等任務 就是這一台智慧輕能無人機 卸下了來回歸山島的新紀錄 體型輕巧只有8公斤 輕能帶動的燃料電池 比起傳統無人機搭載的離電池 只能使用30分鐘 電池續航力高出2到3倍 那我們在這個設計的過程中 就不停地考慮我們的燃料 到底能不能撐到 然後我們的那個 那麼負重會不會太重 我們的功率會不會太高 我們要做的取捨就很多 其實全球無人機市場 從2018年的140億美元 預計將在2024年成長到430億美元 未來結合5G和AI技術 還可以跨足軍用 消費型到商業型的無人機 市場潛力不容小覷 像是可以切入農業應用 還可以作為物流運輸 甚至作為僅用站立 這個綠能方面以及無人機方面 都有很強的成果 那尤其這個是跟產業合作 大手牽小手 幫助我們在108克剛 強調的自主學習 探索學習 STEAM的學習 能夠做得更好 突破航程和距離的限制 無人機引體技術在升級 科技虛實 跨領域整合 也串起產業新商機 歡迎新聞成名諺 余德勤 黃沛涵通人報導